岳采智的问说 这个游米顺的差不多要多久才能够够够 这个游米顺和我们在做这种一般的范乳比较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用这种我们在做这个范乳 我们通常就是说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时间 你给他淡手要给他 对方要休息就要休息 不能够够的一个这个游米顺 但是对我们还是要正这种范乳比顺来说 并说我们算的一个这个瓶颈 那么他本身的就是较高透硬 而且一般我们在算的这个游米顺 现在算出来的就是他的行的会更重 所以他在做的这个方式和我们做一般的范乳 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会有一点点这种 有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游米顺 通常他会比较多 因为他的时间 他的小小鸡我们就把他压掉了 不完全到他很省省我们就把他拿掉了 所以你不用像政策那样 有那么大的空间 所以这有时候三両如果是要好 这部分的你要稍微来给他注意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我们政策 那么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通常就是比较更重 这个担作肥 这让他留得稍微 我们让他稍微大一下 但是得手我们都用一盒 这有的人用一盒 用五盒 你如果是有打肥带 你可能就能用五盒 不然你就用一盒 通常就是说 在五六盒子的时候 他开始有一个 这个六盒子的时候 这个六盒子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测一下 那是可以分开来测 比如说你不要做一遍测 你一遍的都给他用稍微测一下 测一下测一下 测一下测一下是多少 就是说你不要超过半包 你不要超过半包 一分底二十公斤的一个测 你会可以分三半 分三半就会更热 那么这种的一个 这个症状就是说 因为你 很多症状这个玉米酸 有的是 有的是用耍栽的 因为症状没效 所以你会用耍栽 如果如果是耍栽的 你不能太多测肥 你一定要他看他 看他在测 因为我们肚子底 洗脏的时候 你不用让他很多测 你让他稍微有在量 那个时候 这样来 来用就好了 所以这大概是 这个 这个症状 所以一般通常就是说 在这个 下百岁这个时候 那么你开始来 跟他 这个 五六匹 直接吃下百岁就 下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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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起来后 钢灰还没出来 有看到他要到钢灰 那个时候 第二变 现在来开始 他有看到钢灰没灰 就差不多 已经在下百岁 所以一般是 没有的 先带先起来 所以 我们对着你 每一遍 就是说 你把他 拆收后 可以再测一遍 肥 你压一遍 你再测一遍 压一遍 再测一遍 那么 在测的大概就是 他可以把五盒子 动作是 撒瓜肥料 还是一盒子 一般有的 你如果是没有打肥 大概用一盒子 那是一个 较适合的 比赖 我们在采取 这个钢灰顺 最重要就是 他这个时间 不能太早菜 对我们不好 也不好吃 太慢菜 太胖 犯人 所以 这通常 这个时间通常 是 我们 这个 没有灰 那个手 都透出来 两天 三天 那个时候 应该是最刚好 这个 等多差不多 在10公分 这家这家 不要超过 这10公分超过 可能就比赖 没那么好 所以你说 大概的 状态 准是 这个 刷灾 那么 你 刷灾 后 差不多 在五天 里面 不可以入肥 五天 里面 不可以入肥 你如果是 用 点子的 点子的 出出来后 有些人的 偷偷 去 去 留一遍 肥 所以 我们 这种 这有当时 是有一点点 这些 不相同 看来说 你是 怎样的 这种 方式 那么 当然 最好 就是说 比如说 你拉八嘴 起来 我们有当时 会 比较大 那时候 会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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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由美顺来说 不一定 要比较 但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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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我们在栽培的这种 大概是这种处理的方式 所以这可以让我们和朋友 先做一个参考 这大概是这种方法 那么目前大家看起来就是 我们正常在务部的时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它和一般范乳 我们在政的时候它流量较多 你若是种旧米顺 你要把它分开 那么一般范乳我们在政 可能会比较重 比较重一点点高 那么你种旧米顺的时候 专属留得比较高 一点点没什么要紧 那么这大概是这样 我们的这种方法 那么很多人在南部 很多是都 如果是种一般的这个顺序米 很多都是用39元 39元就行 但是这个是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这个比较 那你会可以 那是说 因为你用39元 你也是要再调一个手 你倒不如 倒不如你就用这个五额就好了 那可以配合一些荣林郡来用 这种人的这个问题 你都不用这个贵德的担心 那么正常反备差不多像这种 这种天气率大概五天左右 你就看见他出头 开始这个肖子 一个星期过去 要磨肥 这通常是差不多有十十天 你吃到那 头便肥 这一般都是差不多在 头十十天的时候 那时候你要磨肥 这有这个必要 这不用很关键 这洗脏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种在洗肥的这个 管理的并不是说 让它比较快的 肥让它比较快吃 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你如果是没打肥带 有的人正反备没打肥带是比较危险 那么但是呢 你如果说有的现在也是很多人 正这个玉米顺利也是没打肥带 因为他感觉说打肥带 这个好客也不一定说真好 所以如果你如果是没打肥带 这种的做法来说 你就要努力 不是说我没打肥带 我努力较多的 不对 应该是说我努力较早 努力较早一点 但是更早你也不能太早 尤其你如果是双早的 这一定要小心 不能努力太过头早 正常来说 我们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五天里面 所以尤其你如果是双早的 五天里面都不能去 都不能去打肥带 有的人 他们会去用很薄的 比如说他增不太多 并说我家人增一些自己在吃 那么他刷材后 他会去用很薄的一个清水 去打肥带 这没关系 很薄的 他可能很薄的 两千倍的肥分 那种就没什么要紧 但是我们在犯人 我们不可能就这样 我们可能会用 最好还是不要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看是一盒五盒 一输一输这都会晒 尤其是我个人是 推荐你若是 种这个丁凡买五盒 你若是种柔衣顺 你就是用这个一盒 这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经验 那么我们在热肥的时候 通常就是 他那百岁的时间 一定要热下去 然后你开始看起来 他就看到 他有些会偷偷 工会还没出来 那么种凡买 种丁凡买 我们通常会到工会出来 我们的个热肥 但是你若是这个 就不可以 不可以说 蛋糕工会出来更热肥 你若是种丁凡买 你有看到 他那个母会在出来 那时候你就要補一遍肥 因为时间不一定 有时候 大人就较慢 弱人就较早 所以你看 看他长的 这些生长的 这些种态 来给他热肥 这通常是这样 来做处理 应该就当 管理料 很合适 就会让他来做处理 就会让他来做处理 对 这些人 就会让他来做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